观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看焦点 我是岳丽 祝您2015年新年快乐 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令人开心不起来的新闻事件 那就是亚航事故 廉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编号QZ8501的航班 原定在上个星期天早上从印度尼西亚的自水飞来新加坡 但在起飞后不久 就在雷达上消失了踪影 这再度引起了世人对航空安全的注意 特别是印尼的安全记录原本就不是很理想 东南亚的航道日益繁忙 有关的国家应该如何确保航空安全成了一个焦点 2014年岁末 本区域再度传出飞机失事的消息 廉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一架从印度尼西亚四水飞来新加坡的客机 星期天在爪哇海域坠毁 有区域各国 包括新加坡所组成的搜救队 在19万多平方公里的海面上搜寻了将近三天 才在印尼加里曼丹西南方160公里外的海域 找到了客机残骸 失联了三天的客机确定失事 意味着机上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包括一名两岁大的新加坡籍女童 恐怕都不幸离难 焦虑等待了三天两夜的乘客家属 希望路空 顿时干肠寸断 每个人都不幸离难 祭向分析图显示 亚航客机在失事前遇到了风暴群 因此向地面控制站要求偏离原定航线 并且从三万两千英尺的高度拉升到三万八千英尺 以躲避恶劣天气 但在提出要求后却突然从雷达上消失 没有发出任何求救讯号 因此飞机失事很可能跟天气有关 雷暴通常发生的范围是在云团 就是Thick Cloud里面 那里面有可能有这个乱流 有可能有这个Thunderstorm 有可能有闪电 都有可能 目前来讲 像飞机本身它的结构 它的设计 它的机载装备 承受这个雷暴的这个能力 比过去是增强很多 所以如果是不是很强烈的话 有时候驾驶员就选择穿越 有时候他的确选择穿越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个可能 超级的雷暴产生了 造成这个飞机的这个Structure 就是结构产生剧烈的损坏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也不能完全入奥 尽管亚航班机失事的确实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航空专家认为 事故的发生提醒各国民航当局 必须更谨慎地看待飞行安全的课题 亚太地区航空市场的增长 位居全球之冠 过去十年间 亚太的国际航班载客量 每年增长6% 高于欧美的2% 而内陆航班每年的增长率 更是高达10% 远高于欧美的4% 过去20年 亚太地区的国际和内陆航线 累计增长高达三倍 而印尼和新加坡之间的航线 是本区最繁忙的航线之一 我们必须要考虑 这个容量跟需求的平衡 因为我们也知道 亚太地区的航空量成长非常的快 是超越其他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区域的 所以在我们加强飞航安全的同时 我们必须增加这个空域的容量 同时增加空域使用的效率 所以安全效率容量 这三件事情 我们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那么另外最后想到一点 就是想到这个所谓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设施方面 我们除了雷达之外 我们还应该现在很认真的考量 有其他的政策的方式 可以补足雷达的不足 亚航班机失事 也再度引起国际社会 对印尼飞航安全的注意 自2007年开始 欧盟就把十多家印尼的航空公司 列入航空黑名单 但其中并不包括亚航 在东南亚国际国家当中 印尼不是一个飞航安全记录很好的国家 我们来看这个飞航安全的 不是看他有多少次失事 而是看他整体怎么处理 确保飞航安全这件事情上的 整体的处理的能力 跟他的这个标准 所以其实也蛮注重他能够预防的这方面的能力 事故发生后 由印尼主导的多国联合搜救行动迅速启动 我国也立即派遣两艘军舰 和两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 参与搜寻工作 区域各国对事故的应变和协调 要比之前更加迅捷有效 然而防患于未然 受访的航空专家建议 亚乡各国仿效欧盟 将飞航控管的规格同意 以提升整体安全水平 据欧洲为例 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最后成立了这个所谓的Ural Control 就是把这个航通交通管理 把它集中化 统一化 这样子就解决了很多当初所面临的问题 能够承担更多的运输量 在2014年 全球死于空难的人数 比之前五年的平均都多 但坠机事故却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然而随着全球飞行人次的增加 确保飞航安全水平追得上航空量的增长 将是民航当局和航空业者 今后必须携手达成的主要目标 除了印尼之外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参与了搜救工作 人道关怀之余也充分展现了区域国家之间的互助精神 请不吝点赞 phant踏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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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吵简 sal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